哦 現在是2021年11月24號 現在是美國西部時間的14點50分 今天那個牙齒痛了幾次 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看到那邊的飛地銀了 飛地銀了 飛地銀了 留言在那個 那個雲了 樣子看到飛地銀了 在賺 實際上飛地銀已經走了 已經離開那邊了 那個已經離開那邊了 然後那個飛地很自戀 不是飛地自戀 那個銀很自戀 銀很自戀 他很想著這種狀態 很想著這個 他在沒有飛地的情況下 他自己還在賺 沒有飛地的情況下自己還在賺 沒有飛地的情況下自己還在賺 另外一個 這個 宇宙 在很遠的地方 另外一個宇宙 他們就煩惱了 他們訂了一個 就相當於我們中國所說的五年計劃 十年計劃 他們計劃要擴張他們的宇宙 擴張這個宇宙 突然知道了他們一擴張宇宙以後 就要吸旁邊的宇宙的能量 把現在我們這個宇宙的能量卸出了 卸出了以後 他們這個宇宙在擴張 所以 在他看來就是有點確實了 當然這個不是故意的 所以他怨悶了 他原來這個宇宙擴張的計劃 就不能按這個方法去做了 他就想到了 要自己擴張 要擴張自己的能量 要自己造能量 而不是悄悄的 但是自己也能意識到的情況下 來利用了我們這個宇宙的能量 旁邊的宇宙 所以 後來突然想到了 發現 我們這個宇宙的太陽 太陽的強度 比他們那個宇宙的強度還大 我們這個宇宙的太陽 比他們那個宇宙的強度還大 所以他很想 我們來開個研討會 兩個宇宙開個研討會 來交流 交流太陽的製作方面 哎 行啊 那我們呢 我們就一起把它造進來一塊 開個會 開個會 開會的時候呢 互相介紹一下 尤其我們這個介紹的 太陽是怎麼製作的 一次工程就是原來的 造的是 二次工程 三次工程 這是第四次工程 第四次工程呢 搞得複雜 但是一下子發生了好多噩量 為什麼要造成了很多能量 因為他突然發現 以中的缺能量 缺能量原來是被他卸掉的 實際上是一個意外發生的疫感 但是呢 促進了互相的交流 也知道了互相的有互相的存在 這是 沒想到的 所以啊 所以啊 我們這個 隔壁這個椅子啊 從我們這個椅子裡 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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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呢 第四次 我們這個宇宙的第四次工程呢 有點 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因為畢竟要靠一個東西 在裡面 提供能量 要再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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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個 這個相對來說 還是不像 那個就加了輕輕 讓他很平和的 自己在燃燒那樣 那樣 可靠 那樣穩定 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缺能量的情況之下呢 可以暫時現在這樣 然後呢 再慢慢慢慢的 用輕輕把它補滿 所以這麼遠的話 我們革命那個 椅子也想 那這樣的話 我們也 我們也用那個 費力的那個 學習的方法 來對外公熱 對外公熱 對外公熱以後 後面再往輕輕輕 補滿 再把它補滿 再補滿 這樣的話 可以很快的 補充了那個 因為椅子擴張 因為椅子擴張 能量的缺失 因為椅子擴張 能量的缺失 當然呢 到了那個 在後面呢 再補充那個清氣 補充了清氣以後呢 再把 再把 飛碟 再把它清出來 就不要在裏面旋轉了 這麼一說以後 大家 就按這個思路 來試試 然後呢 這個以後呢 就暫時 革命那個以後呢 暫時不擴張 我們這個 以後呢 那個飛碟 在裏面旋轉了呢 可以 可以強度小一點 那麼 對那個 穿過圍牆呢 不要太遠 而它那邊呢 就採用了我們這個技術 臨時性的 用飛碟形成的方法 來加拿熱量 然後再慢慢慢慢 把那個清氣補充回去 也就是說 一個無語當中的一個巧合的事情 最後大家一討論以後 大家互相 解決以後 就這樣測試了 好 那麼今天先看到這裏 好再見 再見